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公 今天把小狗从三楼放到二楼了 一开笼子,来往就冲出去了 连孩子都不要了 我都知道它捐什么屁股拉什么死了 肯定想找块地毯在我地毯上拉跑死 所以我赶紧把它叫了回来 来往一个不留生就能跑到我地毯上拉死 就好比在地毯上 就像等在圈子桶马桶一样享受 这只小黑狗 是我这五条狗里面胆子最小的 拢了都给它打开了都不敢出来 本来我讲把这个黑狗第一个送出去的 结果呢,怎么送都送不了 果然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果然单小鬼没人喜欢 只要有人过来套狗 他就装的微微诺诺的样子 一看就知道一个窝囊废 结果就没有人悬了 不知道他是故意溜到这儿的还是演戏 有好多死心的我说我要拿一只拿一只 结果呢,没有一只要这个黑狗带话的这个黑狗 顿时感觉真可怜 好多人都嫌弃他 今天用羊奶给他们泡的狗粮吃 结果呢,他们舔了两口就不吃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来往又跑到哪去了 我真害怕他就要到里面拿泡石啊 这是地毯啊,你要是拿到上面了 我连锡都锡不掉 到时候又白费啊 都是钱啊,你一泡石 底上几十块钱了,比我上公共厕所都贵 因为他一拿石,往那地毯就废掉了啊 一平方也得喝到好几块钱啊 他拿石和人家不一样 他有时候会拿细石,喘的哪都是 喝之一平方啊,一喘起来 两三个平方啊,你算了多少钱了 几十块钱啊,一泡石 我们家来往就是狗界里面 拿石最费钱的一条狗了 堪称土豪啊 今天给他们搞的羊奶泡狗粮他们都不吃啊 哎呀,是不是天然喂好的都吃羊料了 你们的伙食在流浪狗里面属上层了吧 居然还不吃 我来给小狗搞的狗奶吃 看他们给吃吧 哎呦,结果他不连狗奶都不吃啊 估计贱奶了 吃了狗粮之后呢 就觉得狗妈妈的奶并不好吃 小的时候还以为狗妈妈的奶 腾下最好吃的了 结果吃过狗粮了 啊,就嫌弃狗妈妈的奶了 看看这两只狗啊,多么的饭店 给它放出来自由自在的跑 它不干 啊,非要批脸批脸的跑到笼子里面带着 给它们自由,它们也不要 啊,又跑到笼子里面去了 啊,尾巴腰的跟保狼骨羊 啊,感觉它在笼子里面很开心 啊,在外面就不开心了 啊,看来我这两两条狗啊,喜欢自虐自己 啊,有点社交恐惧症啊 就是不愿意出来啊,给它狗粮它也不出来 它又要在笼子里面 感觉这样的狗好呀 你就是领养回去了 给它放到笼子里面,给它灌起来 它半夜也不会叫,也不会朝你睡觉的 这样的小狗非常好 啊,喜欢住笼子里面呢,是最好养的了 适合家里面小的,然后呢,没有世界遛狗的人 啊,养它们,你看它们就是饭店的,就喜欢在这个 没有空间里面,没有自由的笼子里面啊,生活吧 它们出生到现在,我一只散仰的一天都没管 但是它们就多爱这个笼子啊,就喜欢往里面转啊 本来想把它们放到二楼的 因为呢,好多小伙伴们说我这个厂窟太脏了 哎,其实呢,我也觉得 但是我又不好意思拍给大家看,又怎么搞呢 哎,没办法,我又给它放到三楼了 结果它们胃口大开啊 啊,它们感觉它们在垃圾堆上吃饭 特别的像,特别的下饭 哎呦,所以呢,没办法,以后还是住在垃圾巷嘛 它们不是饭店吗 在垃圾巷里面吃饭,它们感觉自在一点吧 胃口就好,你看看吃的多像呀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见啊,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哦 拜拜